佛光教大帝发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农历新年将至 家里头要出旧不新 当然这海滩也需要进化一下 岗山佛光同军团身体力行 在弥陀区的南辽海滩 展开了进汤活动 丢的时候要做什么事 丢的时候要笨类 我们都是环保小兼兵 岗山讲堂佛光同军 及佛光青年以及义工 共78人 在高雄弥陀区南辽海滩 进行一下午的进汤活动 展开地毯式的清扫作业 佛光同军实际来行三号 参与环境维护 他们都感到很有意义 我来进汤很好 因为可以跟大家玩游戏 可以跟大家一起团结 剪到手 经历了两次的疫情 好不容易我们把所有的活动 拉到户外来了 活动的细节还有场坛 那这些都是 其实都蛮感谢我们这些服务员 比起来协助 那这个手画过程 其实蛮开心的 经过一下午的进汤之后 夕阳照应下 干净宽广的沙滩 是给众人最好的回报 这次进汤共清出了 101公斤的垃圾 睡花好久 佛光同军不仅身体力行 来做环保 家长们也来共享盛举 一般来很少亲近海洋 那其实即使我们是海边走走 看夕阳 看日出 都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 天堂 天堂 到底 活动最后在沙滩 玩起了躲避球运动 不仅增添乐趣 也为这次进汤留下美好回忆 人间卫视高雄综合报道